你關注要進修水管費用的消息一團出 馬上引起農民極力的關聯 在記載合部的民進黨議員也要引領到很大壓力 經過協調 在一起民進黨管議員特別要求管長李靖雍 來出席東環辦公室所記辦的記者會 其中有多位議員表示 在牽涉到信用以及農民的環境 最後李靖雍也清新法文來表示 決定要停止進修水管費用 其中包括農業用的水責 還有家庭租用的水責 本年政府要進修2700元的水管費用 這個消息一發送出來馬上引起國際的環境 今天民進黨的管議員 是關於邀請管長出來的說明 向這名言介紹口大 我們內部警隊不斷的討論檢討之後 也參佐各位議員說歡迎農民的這個 我們會下陰 我們會決定 我們會決定 就是這個適用的範圍 家庭適用的水責 跟農業用農用的水責 進能康 進能康 那我們會免徵 停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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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徵看免徵 我們就停徵這個費用 管府跌100%一年 推動水責的主動先不進切 但是率先為日後 真受水貫費用益 雖然管府政典是以法辦理 但是經過作法 率先引起了很多農民強烈的本貌 這個壓力 既然民意代表最能感受到 今天由李靖勇縣長來當場 來向黨團及所有的媒體先生 還有前銀林縣的農民 來做這樣的一個宣布 政策性的一個宣布 我在這邊也要呼籲所有銀林縣的人民 所有銀林縣的農民 能夠相信銀林縣政府 有心要跟農民一起 來為銀林的農業大線來做打拼 民意真的是壓力很大 我們上面的採集下去的時候 縣政府沒有第一個時間 做出很積極的反應 這已經就是民怨了 這次因為水錢 要來撿水錢的時候 真的造成很大很大 造成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今天不得不站出來 替我們這些農民來發聲 替我們這些農民說話 這樣 進修水款費用 可以替官府增加3.3億的財政收入 不過這3.3億 還不可以買到農民的資金 相信煮金價和民意代表勝負 應該是算得出來 水井貴會 全面平坦 記者立民間 蔡翁報道